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15日说 美国特勤局当天下午 在佛罗里达州西宗驴滩 挫败一起 疑似针对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暗杀图谋 特朗普安全无余 嫌疑人已被抓获 美国特勤局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起事件当地时间13时30分 发生在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 当时特朗普正在打高尔夫球 特勤局人员发现一名嫌疑人 从球场围栏中伸出枪口 指向特朗普后立刻开枪制止 嫌疑人随后驾车逃跑 稍后在乡邻的马丁县落网 事件中没有人员受伤 执法部门的消息则称 警方已经逮捕嫌疑人 58岁的夏威夷居民瑞恩·维斯利 老司Ryan Wesley Ralph 执法部门并表示 有关枪手的信息和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 特朗普总统在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后很安全 目前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提供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 史蒂文·张·斯蒂文·川 发表声明称 事件发生几小时后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附近有枪声 但在谣言开始失控之前 我希望你先听到这个消息 我很安全 一切都很好 没有什么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绝对不会投降 特朗普称 大约两个月前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一次竞选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 而布被子弹击中受伤 FBI枪手使用 AK-47遭特齐射击后试图逃跑 特朗普海湖庄园所在的 棕榈滩县警长 李布拉德肖 Rit Brasher 在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 一名特勤局特工 在海湖庄园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栅栏外 发现了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步枪枪管 随后特勤人员开枪 特勤局官员称 当时枪手在球场的第5栋和第6栋之间 距离前总统特朗普300 274米至500码 457米 按照特勤局安保措施 在特朗普前往一个栋之前 特勤人员会先他一步走步 前往该栋进行安全审查 这名官员说 特工在检查时注意到 有一支步枪枪管从栅栏外伸出来 随后特工立即向灌木丛开火 在特工打出4-6发子弹后 嫌疑人驾车逃跑 当时在附近的一名目击者 拍到嫌疑人的车辆和车牌号的照片 并将其提供给执法人员 FBI公布的现场照片显示 有两个黑色背包挂在球场外灌木丛中的铁丝网上 步枪支撑在两个背包之间 并指向围栏的缝隙 还有一台GoPro相机挂在旁边的铁丝网上 布拉德销警长称 克朗普的高尔夫球场周围布满灌木丛 如果有人进入到灌木丛 他们几乎可以隐身 不会被发现 棕榈县临近的马丁县警长斯奈德 William D. Snyder表示 联邦调查局 特勤局和棕榈滩县治安官办公室 当时发出非常紧急警惕警报 详细说明了所追捕的车辆细节 几分钟后 嫌疑人被逮捕 我们夹击了这辆车 让他安全地停下来 并逮捕了司机 斯奈德表示 当我们把他从车里带出来时 嫌疑人没有携带武器 斯奈德说 这名男子在被警察拦下时 神情平静 平淡 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也没有质疑警察为什么拦下他 他 嫌疑人从来没有问过 这是怎么回事 执法人员当时拿着长步枪和蓝色灯光 现场发生很多事 但他什么都没问 斯奈德说 特朗普和球友还原现场细节 美国一位新闻主持人汉尼蒂在节目中表示 事件发生后 他与特朗普和他当时的球友搭档威特科夫 Steve Whitkoff通了电话 汉尼蒂说 特朗普总统和威特科夫都表示 他们当时在第五栋正要推赶时 他们听到啪 啪 啪 啪的声音 威特科夫回忆说 在几秒钟之内 特勤局特工扑向了特朗普 并覆盖在他的身体上面盖住了他 随后 一辆带有钢筋和其他保护的加速推车中甲车 将特朗普带离球场返回海湖庄园室内 汉尼蒂表示 在他和特朗普的通话中 特朗普在这件事发生后的反应是 当确认所有人都安全后 特朗普打局说 他很遗憾 自己无法打完那个洞 因为他当时已经打平了分数 并有可能提前一杆打完 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称 在特朗普打球期间 海湖庄园的高尔夫球场 通常会部分关闭 但是 在球场周边有几个区域 从栅栏外 能够看到打高尔夫球的人 根据特勤局官员的声明 在特朗普打球期间 特工人员通常会开一辆装甲车 到球场上 以便在出现危险时 迅速为特朗普提供保护 松驴滩县警长 李布拉德肖表示 按照如果特朗普是卸任总统 整个高尔夫球场 都会布满特勤执法人员 但由于他不是卸任总统 安全保护 仅限于特勤局认为 需要的区域 我想 下次他特朗普 来到高尔夫球场时 周围可能会有更多的人 布拉德肖说 但特勤局确实做了 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提供了应有的保护 他们的特工做得非常出色 布拉德肖说 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7月13日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 遭遇未遂刺杀 特朗普诱饵被子弹击伤 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另外两名观众重伤 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当场打死 我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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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不得了 我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